台北达兴前锋林一辉十四日顺利成为SBL 史上第十四位三千分奸生 却差点没法带着胜利离开张化县立体育馆 幸好富邦勇士的最后一集 就在好地林书尾跳投不尽当中落幕 达兴精选以83比82气走富邦终止二连败 恭喜一辉达成神雅里成碑 加上我们赢球可说是双喜临门 达兴总教练范耿香表示 只是我们赢得有够辛苦 主因就跟前一一样 没法掌握上半场领先优势 不少细节人需修正 球员必须保持40分钟专注才能赢球 达兴确实赢得很惊险 莫杰C靠林一辉的三分外线 打出10比0超前攻势 黄震却在最后6 7秒意外两发落空 造成达兴只有一分领先优势 暂停过后 富邦选择让莫杰独拿12分的林书位处理最后一集 可惜他中距离仓皇出手没劲 提到自己成为3000分先生的感受 林一辉说没想到打那么久才拿到首先当然要感谢达兴工程从我18岁照顾到现在当然还有我的家人我打算追逐更高目标5000分不一万分好了我可能要到下辈子才能完成了 林一辉攻下全场最高23分直接帮助自己的3000分之夜最后以营球收场印度姚明布拉18分16篮板罗玉群13分感冒仍没完全康复的 苏毅杰则有11分6助攻3篮板及4超节看来确实替自己好友林一辉拼了 富邦以林书位攻下本季新高22分表现最佳蔡文成17分7篮板及4助攻 富邦总教练许静哲赛后表示还是输在老问题也就是第四节不够稳定 只是我最后一集本来就要交给书位处理的可惜他出手匆促没劲 喷射小子张宗献此一因伤高挂冕阵服他在前一跟台营国扫杰相撞造成又稀不适 今天整场比赛都在冰敷许静哲表示要等张宗献明天回去台北检查过后才能确定他的伤情如何 中时电子报